善思维 这是第二位菩萨 善思维菩萨 表振智明了 身心佛慧 并表法藏因的无极思维 见得大愿的殊胜之因 遇到佛法 能信 能发愿 肯念佛 这个人就是有大智慧的人 那么同时 他第二个表法 是表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 没有成佛 行菩萨道 修行的时候 无极思维 他有大愿 想普度众生 向老师请教 有什么方法 老师教他 你认真去参数 到哪里参数 摄放一切 摄放一切诸佛插头 摄放一切诸佛插头 你统统统 你统统记住 你觉得不好的 就不要它 将来你成就的道场 极乐世界的道场 就精神尽美 超出一切诸佛插头 而成为 一切诸佛插头当中的第一道场 所以祝福菩萨赞叹阿弥陀佛 光众极尊 福众之王 就这么来的 他用了多少时间 五界 思维就扩插 接的总结 辰四十八月 这是极乐世界 殊胜之 音乐 没有这个残血 就不可能有极乐世界 这是诸佛如来 没有想象到的 他想到了 感谢观众之王